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相關的一個消息 台灣當局開始在大作文章 現在把大陸升等為橘色的燈號 是因為害怕謊言被戳破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共不是陸續推出什麼 依法懲處台獨分子最高可以死刑 諸如此類的 還有先前在4月份公布 以後來到中港澳 那中國的執法單位可以隨機的 對任何人包含外國人 抽查手機電腦等等社交平台資訊 對吧 但是啊 有一些雖精的台灣人跟不了解 沒有做過功課研究中共政府 以及中共政體跟西方國家 還有跟我們台灣到底差別在哪裡的那些人 甚至舔共的台灣人 紛紛在這個他們的社交平台或是拍片說什麼呢? 欸這都是民進黨的陰謀啊 欸你看我在中國生活得很好啊 我怎麼沒有感受到壓迫呢? 公安怎麼不來抓我呢? 對吧 所以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那中共官方說 你搞台獨就會把你判死刑 這是最高嘛 不然就是醫科罰金或者是拘役 可能判3年5年 然後你說你沒有被抓 那你這是在打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不是嗎? 什麼是民進黨呢? 這個法不是民進黨出的呢? 你們如果要洗地 是不是也要挑對方向去洗地 那如果你在中國沒有受這個法的影響 不就證明了兩點嗎? 第一點你沒有公開表示你是台獨 你沒有跑去公安局那邊大喊 我國總統是賴清德 國旗是青天白日蠻地紅 你沒有表示這個 那第二點就是你認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所以你才沒有被抓 這有什麼好打臉的?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這條範例的影片 最近有一個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相關的一個消息 台灣當時開始在打作文章 現在把大陸升等為橘色的燈號 是因為害怕謊言被戳破呢? 害怕自己過去所捏造的一些不是事實的消息 讓大家知道了 所以才要做這樣舉動 就我來說 我真的覺得沒有所謂的不安全 還說有很多的台灣民眾到了大陸被盤查 留置扣押 欸?很奇怪 盤查、留置、扣押為什麼在我身上都沒有發聲 態度都很好啊 他也知道我是台灣人啊 你知道這個舔工的台灣人講的這一句關押 為什麼我沒有被關押 這一句很像 中共現在升級為外交副部長的華春瑩講過的話 華春瑩講過什麼話呢? 帶大家來看一下吧 我也是14億分之一 我的同事也是14億分之一 我們在這兒的中國媒體的記者 也是屬於14億人民 我們怎麼沒有感受到任何壓迫 希特勒的黨衛軍 希特勒本人 或是希特勒的支持者 當時也會出來說 你們都說這個希特勒 我們德國啊 迫害教會 迫害天主教 迫害工會 然後迫害老師 迫害高知識分子 最後最後最後 來迫害猶太人 那為什麼我沒有被迫害呢? 我怎麼沒有感受到被壓迫呢? 你們知道在希特勒入侵波蘭之前啊 有在德國舉辦過奧運會 那個時候英法美國的年輕人啊 年輕學子也是 去了柏林旅遊 去了德國旅遊 看到 好像不是這個英國媒體 法國媒體跟美國媒體講的那樣 德國是一個很兇殘的國家 會侵略別人 會入侵別人 你看我在路上都看到 教會也是好好的啊 對吧? 老師也是好好的啊 猶太人也是過得好好的啊 造謠啊 我們國家為了選票造謠啊 什麼抗德保美 抗德保法 抗德保英 造謠啊 每個時代總是會有這群人 台灣也不例外 我們接著看下去 那為什麼我都沒有遇到呢? 不一樣的世界嗎? 我真的沒有這麼放鬆的在一個地方 半夜還敢走在外面買東西 你會覺得時時刻刻都是被保護的 一般普通的民眾 都已經開始慢慢的想要去瞭解真相 瞭解大陸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但是呢 台灣的當局依舊在愚弄的大眾 試圖要掩人耳目 不要讓台灣的人民們知道 大陸到底實際狀況怎麼樣 不要就是一直受到人家的愚弄 不要一直聽誰說道聽途說 到最後你連自己是誰你都忘記 我敢半夜出去買東西 你問小花梅還是小梅花爸愛鐵人女他媽媽 敢不敢半夜出去買東西 鐵鏈拴著了 怎麼拴去那邊了 敢不敢半夜叫你媳婦一個人去路窜 去唐山路窜啊去路啊 我們都在講 7月1號開始 中共可以無條件的抽查你 不代表每一個過境的旅客 1000個人 1000個人都會抽查 他今天心情爽 想抽查5個 想抽查10個 想抽查30個 那是他的自由 他想要抽查就抽查 他不想要抽查就不抽查 但今天在中國 為什麼 政府可以無條件無理由的隨機 像抽查地鐵的人有沒有買票一樣 要求你把你個人的身份訊息 還有手機的內容平台 你的聊天紀錄 給中國政府看 為什麼 你這是什麼幸存者偏差啊 我至今沒有確診過 所以我就說你看騙人啊 全世界都在騙人啊 為什麼我沒有確診呢 都說這個疫情好慘 上台還封城耶 這貴州也常封城耶 雲南還封了快一年耶 好多地方都封了耶 所以疫情肯定是假的啊 你們造謠啊 你們人心惶惶啊 因為我沒有確診 你不就是這樣子嗎 為什麼我沒有被抓呢 OK啊 今天很簡單 你要證明這件事情是造假的 你舉一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席 去天安門前面喊 紀念六四習近平下台 我是一個台獨份子 中華民國萬歲收復北京政權 你喊下去如果沒事的話 那就是我們全世界反共的人在造謠 不是嗎 不然這樣啦 我們一起來證明誰在造假 我在台灣舉五星旗 我在凱道前面 我舉五星旗喊 賴清德下台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來我就喊這個嘛 紀念228 228就是台灣政府的所有錯誤 你到北京天安門前面 拿中華民國國旗喊 支持美國 支持日本 支持台獨 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習近平下台 紀念六四中國共產黨為了六四負責 還罵 我們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直播看誰下場比較慘嘛 你敢不敢 不然來實踐嘛 我們一起來實踐嘛 因為我知道 中共國很不自由 中共國因為會政治的打壓 會因為 你罵中國共產黨而被入獄 但你不相信嘛 你覺得反而台灣是獨裁嘛 OK 那我去證明台灣是不是獨裁 你去證明中共是不是獨裁 要不要 而不是只有台灣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看 那加拿大也把中國列入保持高度警戒 第二期警戒 的這個範圍 提到了去新疆 去西藏 然後是去藏族的自治區 你要保持高度警戒 不要講任何政治敏感的話題 未經中國政府批准同意的示威活動 是犯法的 什麼叫做經過中國政府批准的遊行 來我們放眼望去 從2012年胡錦濤下台之後 有哪一場遊行是有被批准的 而你知道胡錦濤唯一批准的遊行 那場遊行叫做什麼嗎 反日大遊行 那有沒有像澳洲啊 像美國啊 像日本 像台灣一樣 有一個出來反對自己政府 或是希望自己的政府的執政黨 下台的遊行 在中國沒有嗎 六四那一場啦 之後就沒有了啦 如果按你這麼說台灣是一個製造恐慌 台灣就是子虛烏有 反而台灣是獨裁的 那為什麼民眾黨跟國民黨還可以辦遊行 還可以辦集會 為什麼 這邊還提到一個如果你是新聞自由者 在中國的話 你會面臨到很多的限制 譬如說 你小心啊 大量的抹黑 或者是恐嚇 以及騷擾 甚至是用物理跟蹤你 電子跟蹤你 這個每次申請去新疆 去西藏的時候 哇 這個都已經播出現場的影片都出來了 公安辦要去敲你的門 跟著你 黑衣人去跟著你 DNN記者瑞伯斯進入新疆採訪一個禮拜 只要一離開機場 他們從頭到尾都被跟蹤 還遭到50次領檢盤查 甚至是在半夜一點中 我們要確認 尤其是1點 有沒有 醫生我去訪問 他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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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我們來車輪 用車輪 一直在跟著我們 他現在在打電話嗎? 他在走路 你好,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我跟你們提供了幾個水 不要,我就要問你幾個問題 就是你們為什麼在跟著我們 可以幫我了解一下嗎? 接下來的事情,我跟這個女生在訪問我們 你走一遍 你拿你的手來給我嗎? 喔 他只是女生離開,然後把她離開 中國媒體可以很隨意地在法國 在英國的倫敦車站 在美國的華盛頓 在紐約的地鐵站隨意地拍攝 不會有美國的黑衣人去跟著你 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在裝什麼蝦耶 什麼叫做我沒有被抓,所以都是騙人的 那為什麼李孟駒被抓嗎? 你回答我為什麼被抓嗎? 我真是很抱歉啊 過去做了很多不好的措施 也對祖國、對國家過去有一些状態 李明哲為什麼被抓嗎? 在泰國還可以被中國的黑衣人綁回中國 把他的瑞典護照換回中國護照 你跟我講這是什麼操作嗎? 為什麼今年5月中國的特務可以在巴黎的機場 綁人、綁反共人士回中國 為什麼? 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這些都是是不是? 這是法國的記者啊 電視台的 他們要強制我刑犯回中國 護照在哪裡? 哪個人拿到你護照? 誰拿到你護照? 瑞士說在中國的特定風險區域 譬如說因為國安法 還有這個反送中條例啊 還有這個西藏 新疆 你都不能談什麼任何關於政治敏感的東西 談論政治敏感以及在社交媒體上 你可能會有刑事的後果 還有南韓的國家情報院在6月27號也發文指出 請去中國的時候 避免提到習近平 少數族群的人權和台灣議題等敏感政治話題 禁止拍攝軍港港口 慎重的傳教來花傳教的活動 禁止拍攝抗議現場 抗議現場是什麼意思呢? 在中國有很多爛尾樓對吧? 你推特一打開 每天都有業主拉著橫幅在那邊維權 然後你就會被公安打江山 不要裝瞎 避免使用VPN 還有立陶宛也把中國列為紅色警戒區域 美國從今年開始也一直在把中國列入為第三級警戒 旅遊國家 難道這些都是民進黨控制的嗎? 民進黨控制了立陶宛 控制了加拿大 控制了美國 控制了英國 控制了南韓 控制了瑞士 我們話題繼續延伸到6月24號跟大家報導過的 中國蘇州女乘務員胡有平 她為了保護日本校車上的二三十名日本小學生 徒手跟失業已久的52歲小粉紅搏動 最後在6月26號鬆衣不治重傷 這個胡有平 死守住校的車門 不讓歹徒上去車子 結果她現在被很多小粉紅大罵是女漢奸 你們想想看 如果這個胡有平女士沒有死守住校車門口 車上的二三十名日本小學生是什麼樣的下場 這個事情如果一旦發生 在國際上又會是什麼樣的下場 我可以這麼說 胡有平他救了中國的外交政治 而一堆的小粉紅在批判她是女漢奸 前幾天還有小粉紅打電話去蘇州當地的某一個小區的政府 漢奕 我們52歲那個失業的小粉紅 他是民族英雄 這個胡有平是女漢奸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羅刹國呢 而日本駐華大使館也降了半旗 為胡有平的逝世感到默哀 中國官方我們這個胡有平 是這個見義有為的鬥士 對吧 大家要向他看齊 然後在天津塔亮出了一個胡有平的照片 然後更詭異的是 你們知道嗎 近這兩三年來在中國發生了什麼大事情 中國民眾都會去買鮮花或是買食物 到現場去悼念 自從這個成都四九宗啊還有這個鄭州水災啊 之後的等等還有胖貓事件嘛 貴州大巴嘛 諸如此類的 這一次啊 也是有蘇州的當地民眾買了很多鮮花 去這個事發地 悼念這個胡女士 結果呢 現場好多公安啊 花放了之後就把他沒收 每個街口還有黑衣便衣了 這是什麼裝模作樣啊 你中共政府既然已經發文說 我們覺得他這樣見義有為啊 很不錯啊 我們要向他來看齊啊 然後你一方面私底下又在派公安 還有黑衣人 去不准大家紀念這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看不懂中國 覺得中國好像跟歐美日韓 跟我們台灣一樣 是一個很正常的民主國家 因為他表面上的書面 他的憲法 也是這個世界上寫的最完美的國家 但事實上 他執行起來就不是這樣子嘛 那現在又有一個求人得人的暖心故事啊 從6月28號的群僚記錄 得出蘇州日商協會決定分批撤資 有幾個今天開始通知員工補領賠償金了 我同學老婆是日氣部經理可以賠償100多萬 生產火花塞的日本公司 求人得人 中國天天罵日本 日本人不跟你玩 中國的經濟狀況怎麼樣 從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到現任的中國總理李強 都曾經公開表示過 中國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 而我們希望會更好 明年一定會比現在更好 昨天那支影片有提到 李強在自己的中國經濟論壇上面 講到了 他承認中國經濟很差 所以不能下猛藥 深圳的三河大神 跟深圳前面車站那個情況是什麼 你們心裡沒一點B數嗎 為什麼沒當中國什麼五一連假 國慶連假 看看那個香港邊境 多少中國人跑去香港玩 但是不想要留在香港住宿 全部睡在大街上 睡在車站那邊 多少 你連花一晚住宿都花不起 不願意花 這證明什麼 我相信香港人應該看這個事情也看多了 中國最近這兩個禮拜 廣東、廣西、浙江、杭州的復陽區 福建部分地區 江西部分地區 安徽部分地區 全部淹大水 長沙也在6月23號、24號那邊淹大水 湖北部分地區也是 結果中共一直稱這是暴雨所至 什麼美式都是百年一遇 你卻不提 美式都是為了要保那個發電量 跟賺錢的灌溉費 而不提前洩洪 同時在暴雨中洩洪 美式都這樣 年年如此 舔空台灣人看不到了 然後就在那邊讚揚中國 建設好偉大好棒 你要不要去驗驗看 年年都兩三層樓 小粉紅受得了 你去那邊住住看 再跟我說你受不受得了 台灣近十年來 即便是颱風來 強台來 哪一個城市驗到兩三層樓 驗了兩三天 三五天 五七天 6月27號 浙江杭州復陽區 有一個被困居民大喊 我們這些人都快被餓死了 坐在家裡沒水沒店 菜也都沒有了 有飯吃我們一起吃點飯 我們這樣子餓死了 坐在家裡店也沒有 2024年的杭州 這些人一直在裝瞎 6月21號6月22號 桂林好不容易水退了 結果央視跟中共政府過去 擺拍完就撤了 停止任何政府單位的救災 全部民間自己負責 你桂林上游的四大水庫同時洩洪 導致暴漲 淹到兩三層樓 籃球的框都快被淹沒了 你要民眾自己負責 這是天災不是國賠 老師你還想找你們在公安呢 找不到 我們在操用多少 做你們表面的工作 我們可以查 你可以問著小區的人 問著環衛處的人 在淘階我們什麼時候 我們沒有維持 我們維持共產黨 維持政府的那個 你們做了什麼 光模作樣的做一下 錄個香港是做鏡頭 所以每次我看到一些台灣人在講 你看中國偉大復興啊 中國共產黨是對的啊 都是民進黨在騙人啊 美國在騙人啊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你可以人在台灣 罵台灣政府 你人可以在美國罵美國政府 為什麼這些人包含我 不能在中國境內罵中國政府 當然啦 中國政府是他國政府 為什麼會要罵他 因為他想侵略台灣不是嗎 為什麼你可以而我們不行 那不就證明了他獨裁嗎 如果這些反共的人 可以留在中國 罵著中國政府 像你一樣的話 何須逃到海外 如此花費巨大的成本 為什麼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小小姐的 拜拜